申巴体坛三层皮 一斩这期看到底 欢迎来到本期的胖只的球 今天胖只跟个球评 咱们一起来聊一下国拼 我们知道目前国拼也是在 本届东京奥运会的首块 乒乓球项目的金牌争夺战中 我们也是败下阵来 最终在决赛中 3比4输给了日本乒乓球队的组合 那么我们不可否认 在本届东京奥运会上 中国国拼和日本队乒乓球队 这两支球队 是本届这五块金牌争夺战中 两支热门球队 那么日本乒乓球队 确实已经成为了 我们国拼的最大的一个竞争对手 再加上人家 这一次是东道主 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 所以说他们主场作战 肯定想要从我们的手中 多抢下几块金牌 因此对于我们刘过良 对于中国国拼来说 我们想要捍卫更多的荣誉 捍卫更多的金牌的话 那么我们必须要 做好更充足的准备 那么在本届东京奥运会 正式的出征之前 刘过良就已经喊出了 我们保底要保三 争四的一个目标 保底三块金牌 争取四块金牌 那么眼下 我们首块金牌已经丢掉了 剩余的四块金牌 对于刘过良来说 真的就是不容有失了 我们必须要做好 剩余的四块金牌 全部包揽下 才能够有望 完成一个自我的救赎 达成我们 在本届奥运会 出征之前的一个目标 因为在本次决赛中 我们看到 混双决赛打完之后 看到日本的乒乓球运动员 水狗笋和宜藤美城 两个人也是在疯狂的庆祝 大肆的庆祝 感觉自己不可一世的样子 让我们感觉到 我们的运动员 却有些黯然失色 有些让人们感觉到 心里不是个滋味 但是在这种失落背后 其实胖周还是想要奉劝 日本的乒乓运动员 奉劝水狗笋和宜藤美城一句 你们高兴的太早了 因为在这一次 我们国拼暴冷的意外输球的背后 它也是事出有因的 那么首先来看 这一次国拼输球 它为什么输球 首先来看是许欣这个点 它确实是有伤在身 有伤在身的情况下 这不是我们国拼真正的水平 不是国拼真正的一个硬核的实力 所以说许欣的伤病 影响到了我们国拼 混双这个项目上的一个 整体的实力的发挥 因此让我们暴冷输球 那么其次还有一点就是 我们对待这一次的比赛过程中 我们看到前两盘打得很顺 后期可能后面几盘 对于困难性的把握度不足 所以说这一点也是需要我们后期 不断通过这一次的输球比赛 之后去完善的 那么再往后 其次第三点 那就是我们在比赛中 我们打球在回击的过程中 不够坚决 这场比赛 日本队他们赢球赢在坚决 赢在搏杀 而我们不够坚决 没有做到真正的跟对手 去相互搏杀 所以说我们在场上 越打心细越低 所以说这一点也成为了 我们最终输球的一个关键 那么其次最后一点 第四点就是 比赛场上 对手在频繁的洗扰 和打乱我们的比赛节奏 他们通过申请让工作人员 进场连续的擦球台 是吧 用那个毛巾 麻布擦那个球台 擦汗 那么再加上 他们自己去吹球 是吧 摸球台等一些违规行为 裁判员也没有去吹发他们 等等这些小的细节 来打乱我们的节奏 让我们的心态发生变化 那么这都是 算是一些盘外招 对手的一些小的伎俩 来打乱了我们的心态和节奏了 这些点也都是需要 我们接下来去 好好总结和反思的 那么可以说呢 刘国梁 在通过这场比赛 首块金牌丢掉之后 他却可以痛定思痛 可以很好地 得到很深刻的反思和教训 吸取了教训经验之后 接下来国拼将会正式地 吹响我们的反击的号角了 在剩余的四块金牌中 是吧 我们却可以打响一个 漂亮的翻身杖 那么我们通过 乒乓球项目第一场的决赛 那么通过这块金牌的丢掉 我们可以深刻地意识到 这些重重的问题 我们出在哪了 把上述的四大问题 全部解决掉之后 我们接下来 通过这一块 分量不太重的混双金牌 来换回来四块 分量更重的金牌 男单女单 男团女团 是吧 我们把这四块金牌 稳稳地拿到手 那么或许对于刘国良来说 对于国拼来说 我们也是因祸得福的一个过程 是吧 那么堪称刘国良 以一块金牌 换来四块分量更重的金牌 那么这招也堪称是大快人心 非常的妙不可言 所以说呢 日本队的平凡区比赛员 他们先赢的这块混双金牌 不要高兴得太早 后边的四块重量级的金牌 才是决定谁能够成为 东京王与福的大赢家 我们也期待着刘国良 能够率领着国拼 不负中望 不如使命 顶住压力 勇往直前 拿下剩余的四块金牌 为我们国拼 捍卫荣耀 更能够吹响我们的 反击的号角 我们也拭目以待 好了 那么本期的胖周聊球 就先聊到这 喜欢胖周的别忘了点关注 胖周啊 天天便宜 聊段球